我们做一个68亿斤的狮子头咸菜炖鸡 用的是这个山东的红袍大公鸡 公鸡先给大家照一下 我们山东的鸡都是这种大长腿 富白貌美 你看 虽然这个我的腿都差不多长 给它修个指甲 这个是专业 我能够做到我眼前的专业是干什么呢 我们这只跑山鸡是花了120块钱买的 这个狮子头是两斤 就接近140块钱 切一斤 那个狮子头就足够用 狮子头一定要切成这样的滚刀块 这是炖鸡的核心关键 起锅烧油 加上98号的这个花生油 这都是农村自己炸的 这个鸡比较瘦 所以说油要多一点 花生油炸香 加上这个大姜 再来上一点这个红白 芭蕉放上来上一点香叶 这就是三宗特色名菜 狮子头烧鸡 现在鸡下入锅中 120块钱的跑山鸡 这个就不需要加其他的酱油和味精鸡精 它的鲜度全部都在这里 直接用这个烟柿子头的这个酱汁来断 这个小绿的一下就上来了 鸡的颜色色彩红亮 跟起来又软 这真的好感觉 因为这只鸡比较老 所以在整个炖制的过程当中 要炖整整一个小时 加上82年的三血粉 一个小时 看一下这个鸡已经炖成了 比较干香 这个鸡比较偏老 我们加上狮子头 再给它焖个20分钟 狮子头加进来 把这狮子头的这个咸香 全部让它跟鸡融合在一起 汤汁收到这到已经太干了的时候 我们给加上这个小辣椒 青红小辣椒这么一加 这个小颜色立马就会变得国外的漂亮 辣味香味鲜味 全部融合在一起 加上香菜 马上出锅 就是这种赤橙红绿青蓝籽 就是这样的小辣椒 你看 汁子不顿鸡 多么的漂亮 这小颜色 这小味道 这小颜色 这小味道 看它完美了 狮子头炖鸡 备 我们下断 请 对